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身体一身的伤病 最终只能独自苟延残喘 轻楼中的女子除了被拐卖的人口 还有被迫卖身的女子 另外有一部分就是妓子不慎怀孕后所生的孩子 如果长相尚可 劳宝可不会平白放弃一个赚钱的机会 那么不知道大家想没想过一个问题 在条件落后的古代 轻楼女子要不要避孕呢 都是怎么避孕的呢 其实总共有八种避孕方式 一种比一种残忍 甚至堪比酷刑 其实藏红花是宫廷中传出来的一个碧云秘方 皇帝的后宫中 有些妃子是不适合有孩子的 比如有的妃子的家族是一些外族部落进线来的 如果生下了皇子 难免会争夺皇位 一朝不慎 被外族夺走江山也不是什么蹊跷事 那么这种妃子肯定是不能有孩子的 皇帝宠幸妃子过后 就会命人用藏红花为他们冲洗 少量藏红花有输金活血 意气补血的作用 但是大量的藏红花就会导致女子不孕 怀孕的女子接触了藏红花 也有滑胎的威胁 后来这个方法流传到了民间 一是后宫大院的女人相互之间斗争暗算 就会使用这个方子 二就是青楼会用到了 青楼的女子每天都要接客 其实她生孩子伤不伤身体 老宝并不在乎 她在乎的是一旦怀有身孕 将会有一年多的时间不能接客 甚至有些残忍的青楼 女子怀有身孕还要被迫接客 结果葬送了性命 这对老宝来说也是一笔损失 所以避孕方式是一定要到位的 这种方式最开始也是从宫廷中流传出来的 不过这并不是真正的按摩 其实这种方式会让女性饱受折磨 有些妃子不允许有孩子 所以在试心以后 就会有专门的太监去围妃子们按摩 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中医手法 具体的方式就是用特殊的手法 将女子体内的残留物都推出来 因为在推拿的过程中是非常疼的 所以其实这种方式让女子非常遭罪 不过相比起那些服用毒药的方式 这对女子的伤害算是比较小的 有时候为了能够增加成功率 也会配合葬红花清洗 不过这个方式又麻烦 成功率还低 所以并不是常规的使用方法 更重要的是 对手法的要求性比较高 如果手法不专业 不但会失败 还会伤害女性的身体 再加上古代女子地位低下 有几个青楼会真的在乎女性的身体呢 自然是使用最方便 最简单 同时效率最高的方式 至于哪种方式对女性的身体伤害最高 根本没有人在乎 古代的很多青楼女子即使从凉之后 一般也很难有身孕 就是因为饮用了一些药物 这些药物中会有射香的成分 射香也有输精活血的功效 但是因为是良性 所以女子喝完这些特制的药物之后 对身体就会造成损害 在甄嬛传中 化肥为了有个孩子不停地吃酸黄瓜 但是她不知道的是 她的夫君赏赐给她的独一无二的欢宜香 里面就有射香的成分 就是因为她常年使用欢宜香 所以一直都没有怀上孩子 所以这么看来 这个射香是种十分厉害的药物 其实射香原本是常见于催生下胎的 也就是说 如果正常使用 顶多就是让人滑胎 并没有绝育的功效 但是如果直接喝下 并且是常年累月地喝 女性的身体就会受到很大的损伤 最终达到无法生育的功效 但是这种方式带来的损伤是永久的 不可逆的 这个方法主要是民间流传出来的说法 对比起前两个 其真实性并不是很高 据说将柿子地用瓦片烤干 磨成粉用水送服就能达到避孕的功效 每天七个柿子地 联合齐田 能保一年不孕 如果想再怀孕 那就再喝七个柿子地 这个说法光是听起来就很邪乎了 具体有没有作用 其实无从考证 不过既然民间有这么个传说 也并不是全无道理的 柿子地是一味中药材 使用方法跟传说中的差不过 就是晒干以后打碎条斧 主要有制止呕吐 讲逆气的作用 柿子地中含有果酸 也有一定的抗生育的作用 不过这种作用很小 即使使用了成功率也并不高 所以并不适用于青楼中从常规避孕方式 这种方式就看起来比较恶心了 并且最开始并不是从中国流传的 在三千多年前 印度与埃及这样的国度有独特的信仰 他们认为鳄鱼 大象等生物的粪便有一种特殊的神秘力量 只要使用这些动物的粪便 就可以随意控制新生命 其实迷信归迷信 这个方法也不是没有科学道理 一些动物的粪便酸性非常高 自然就有抗生育的功效 这跟柿子地方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不过这种方式很少被使用在青楼中 一来因为这种特殊的动物粪便不好找 二来因为细菌太多了 如果真的使用的话 务必会影响女性的身体 那样会耽误杰克 更重要的一点是 动物粪便味道太大了 被客人们闻到会影响心情 所以这种方式并不适合青楼的常规使用 其实在唐朝之前 纵观所有的避孕方式 都是以伤害女子的身体为前提去进行的 这也足以看出女性在封建时代的地位 不过唐朝以后 因为一些文化的流入 所以有了一种新的避孕方式 这种方式流传至今 也是一种非常常规的方法 那就是使用猪肠 羊肠等用作方式中 这也是现代避孕方式的前身 当然了 猪肠也并不是直接使用的 有专门的手艺人会专门进行加工 那时候的医学理论并不是很普及 很多医学知识也比较落后 所以使用的过程中 还是难免会出现问题 因为并不能真正做到完全杀菌 所以对女性的身体 还是有一定的伤害 并且避孕率并不高 如果青楼女子怀孕后再去落胎 对身体又是一大损伤 到了约明朝时期 人们开始尝试使用鱼镖 只要用奶浆棋浸泡 一夜就能软化 使用感也比动物长衣高出很多倍 这种方式其实在历史上出现的次数很少 不过也并不是没有 有红颜祸水之称的飞燕 何德姐妹就使用了这种方式 当然了 这两个姐妹并不是青楼女子 不过她们的行为却跟青楼女子殊途同归 所谓的了肚铁 就是将含有一些能治人不孕的药物贴在肚脐上 比如说射香等配合一些调制的中药 不过这种了肚铁最开始的功效并不是为了避孕 而是为了保持身心 赵飞燕姐妹俩就是用了这种了肚铁保持身心跟容颜 才一直恩宠不断 而这也是她们备受宠爱 但是却没有此次的原因 这个方法听起来太诡异所思了 我们都知道水银有剧毒 如果她们真的喝了水银 难道还能活下来吗 其实你还别不信 在古代的青楼中 真的有女子会使用这种方式 她们并不会真的把大量的水银都喝下去 只是提取非常少量的水银服用 不过效果很好 成功率比藏红花 射香还要高 现代有科学家对这方面做过研究 如果拱蒸气进入人体 时间长了以后会引起女性月经紊乱 具体表现为精量过多或过少 经期极其不稳定 如果长期接触 她还能渗透母体 如果女子还有身孕 则可能会造成胎盘剥落 引发流产等等 有相关报道表明 有些处在拱蒸气环境中作业的女工 生育率都竟然比正常人足足低了二到三倍 流产 早产率也是高得吓人 所以这种避孕方式也是青楼中比较常见的 可见古代的青楼女子多么可悲 这种方式简直堪比酷刑 从这里可以看出来 封建社会根本就没有把女性当人看 比畜生还不如 这么看下来 古代的女子真的是非常悲哀了 她们除了有些迫于生计卖身青楼的 还有一大部分是一些最臣的家眷 皇帝一到命令 就有千千万万的人改变命运 但是这些家眷又做错了什么呢 归根结底 还是封建时代害人 好在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和平伟大的时代 能过自由安稳的生活 那么看完了古代青楼女子如何避孕 你有什么想说的呢